花莲一名古姓的患者在去年的12月 因为急性胸痛急诊入院 患者是从胸痛到就诊拖了3天才就医 而经过了检查 花莲门诺医疗团队心脏外科 紧急地进行了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虽然手术顺利 不过心脏受损 血压仍然不稳定 经过评估之后 门诺的叶克摩团队协助抢救 患者才逐渐地恢复了意识顺利地出院 26号的下午 门诺医院特别为患者提前庆生 分享救治的过程 以及庆祝他重获新生 花莲体中古姓校长一心投入教职行列 在去年12月初出现急性胸痛 花莲门诺医疗团队表示 古校长拖延3天才自行开车就医 让他们不敢置信 从接受心导管检查 到后来装上主动脉气球邦普维生系统 但情况并未好转 经过审慎评估 门诺叶克摩团队及时抢救 让患者从鬼门关前 逐渐恢复意识 心脏也逐渐苏醒 我不知道门诺有所谓的叶克摩 所以那一天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老婆一再强调 叶克摩装在我心脏里面吗 我是这样子问我老婆的 我说他跟我讲说叶克摩那么大 哪里撞得下去 真的感谢门诺一眼 在你刚买这个机器之后 听说我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机器的人 而且成功把我救治的一个人 我想谢谢黄医师 我是教育工作者 所以医师有一句话 我是非常感动的 也就是不放弃任何机会 我带来告诉我 医生说我救一二层的机会的时候 医师说即使救一层 他也会全心全力的救治我 我用这句话 在我们学校的齐默奢会传给我的主任 跟他讲说 这句话对任何一个职场都很重要 所以我有这句话分享给我的同仁 分享给我的学生 即使只有一点点机会 绝对不要放弃 古校长今年1月下旬顺利出院 在亲生会上哽咽致辞表示 感谢门诺医疗团队的专业和用心 可是他也有急性心肌梗塞 然后如果万一你让他循环不足 再出现其他器官坏掉 那他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所以当下我们在手术完之后 我们刚提到说 我们三个小时其实就完成手术了 可是后来最后结束的时间是 五六个小时之后 因为我们中间在等 等他心脏会不会回来 可是最后我决定不要等 就直接放 那大家会想说 那为什么不开始就放呢 放个叶克膜 为什么要担心这么久 其实因为叶克膜 它虽然是一个 我刚提到 它是人工心肺的机器 即使是在肺部完全坏掉的 像现在新冠肺炎 有些人完全没有办法自主 用肺部呼吸的 放叶克膜 它也可以帮忙 因为它就是人工的心肺 暂时性的 可是这个人工心肺肌呢 我刚刚有提到说 它其实需要用抗凝血剂 不然它的血会凝固 那有一部分的病人 在使用了这个抗凝血剂之后 就出现自发性出血 这些维生系统 包括刚刚提到 主动脉气球邦布 跟叶克膜 这些放久了 都有可能造成一些 刚刚提到的 除了中风 除了出血 除了之断缺血之外 其实也会增加感染的机会 所以后来我们大概 在一个礼拜左右 就全部这些都移除掉了 那我们就会让病人在家 或病房做一部分的被动复健 就是我们会有复健師去做复健 那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家庭的支持 不管是在中风 心肌梗塞或一些重大的疾病之后 家庭的支持是后续育后的相当大的指标 因为家属会陪着他做复健 给他支持的力量 其实这一块也是相当重要 黄正明医师表示 叶克膜的安装 需要审慎的评估 在团队成员 体询师和护理同仁 不分日夜的细心照护 谷校长逐渐恢复良好 成功在一周后移除了叶克膜 医师提醒 今年寒流相当冷 心肌梗塞的好发 也逐渐在年轻人村上发生 有三高病史及一般民众 要随时做好保暖及留意温差变化 若有明显大面积胸痛而身体不适 冒冷汗等 建议立即就医 记者长方燕华联士报导